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導引線動畫 那什麼叫導引線動畫 各位 我們現在做動畫 以前講過五個動畫要不住對不對 但是呢 你想看看喔 今天如果我要做動畫 假設你要做像這樣子 你看 車子沿著這樣走 請問你需要多少的關鍵語格才可以完成這樣的動畫 有點困難對不對 而且以後要改的時候有沒有麻煩 你這邊 比如說你看我這裡 假設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如果我要改這個路徑我是不是要調五個 接點 很麻煩 所以呢 我們現在 有更方便的方式 也就是說呢 這裡我就把它擦掉擦掉 你只要怎麼樣 給他 起點 A點 到B點 中間再給他一條路徑 這樣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所以以後 如果你的路徑要換 怎麼辦 就把這一條抽掉 好 我們就認真一點 把它叉叉叉 我把這條路徑把它換掉 那我就重新 再給他一條新的 比如說我希望現在他是這樣子走過來 這樣子再繞過來 那一樣就是A點跟B點 這兩點 只是給他不同的路線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 重點 就在 這個路線 你怎麼畫 怎麼指定給你的圖層 讓他 依照你的 路線 去做動畫 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了解 所以呢 麻煩大家 你把我們的 上課的教材 把它下載下來 好 這裡打開 這裡打開 好 那原則上課位度 我們要把他下載下來 就請你到學校規矩 下載 一樣的 下載完成之後 請你把它解壓收 這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 我們 完成的 專案檔 好 這樣就 打開了 有沒有 那 這個呢 我是用一個Polotel的檔案 所以你還可以把這邊 點開 點開 好 你可以找到 老師這邊有一個PSD的 原始檔 好 這樣子 這樣OK嗎 所以你可以先進來看一下 把我們要的樹卡先準備